可能是轻症的 比如说我们很多视频中单综合症 但是如果这样长期累积加重 也会变成比较重的病人 这造成了我们很多大学生 研究生最后休学了退学了 有的人就想不通 就是一个感染症 怎么会造成这么重的病 有的人甚至演变成了精神障碍 甚至我们要患上抑郁症去看病 这病人就是有的人非常的痛苦 现在这病人越来越多